歡迎回到提關點 我們繼續來看 前瞻計畫的金額 來看看這個圖表 可以看到前瞻計畫 其實包括的項目 真的很多很多 像是我們剛剛 已經談到的軌道建設 還有數位建設 綠能建設 水環境建設 但是占第一位的是城鄉建設 總共有354億 我們馬上來請教一下 就是有關城鄉建設的部分 桃園是不是也占了 滿大的一個部分 就整體桃園的比例來講 比例是比較小的 我們比例比較大是軌道 因為目前在打通 北桃之間的交通瓶頸 我常講說 台北如果吃牛排 也可以讓我們吃一點牛肉湯麵 我們還是要做軌道的建設 不過城鄉建設 它是一個競爭型的計畫 各地方政府提出來以後要審查 目前還沒有完全審查確定 我們已經確定的是 浪漫台三線的計畫 客委會總預算大概20億 其中有8億是做我們的 包括茶葉故事園區在龍潭 主要是客家的茶香 要蓋一個20公頃左右的故事園區 讓我們的所謂的浪漫台三線 有一個觀光的亮點 這個計畫是從平鎮農潭 一路做到新竹苗栗到台中的東市 剛好是客家人所生活的這個 就所謂的內山公路 台三線 每一個縣市都有 我們桃園是做茶葉故事館 另外一個是做在永安漁港 因為大家以為說客家鄉親是住在山區 事實上海客也有 永安漁港是客家漁港 我們要在那邊做一個海螺地景公園 那個也編了一些預算 所以這個是放在城鄉建設裡面 對 剛剛市長提到的這個浪漫台三線 其實起點就是剛剛提到的 平鎮農潭這裡 平鎮跟農潭 對 但是要怎麼樣來打造呢 我們先看一下畫面 有時候我的四季港行程 就走高速公路 我跟他們講說 我們還是要走台三線 因為這條路真的很漂亮 真是一個很寧靜又很乾淨 然後充滿了那種生活的感覺的一條路 臺三線這一條有故事的路 縱貫由北到南 特加村落 如果用文學來形容它的浪漫 那麼一條條古道 就像是歷史小說 記載著前人走過的足跡 位在龍潭石門國小陸地的 挑戰石板古道 是昔日聯絡11分與三根子之間的聯絡道路 路旁的百年古井曾供應著附近居民生活用水 如今古井已不再使用 但它的歷史背景仍舊讓老人家津津樂道 而全國最大規模的盛機亭也坐落在桃園 這是客家村落所獨有 在這裡有著在地人共同的兒時回憶 下了課就要去幫忙 那我們挑的主就是 哎呀你把燒到偶挑到這邊 大家提合就回到這邊玩 彈珠書都有 這就是我們的童年都在這邊 燒的紙上面 不管是什麼的字紙 你們都會拿來編 對 以前可以拿毛筆來寫 這是相當不簡單 是秀才寫 或是有讀漢文的人都會才會寫 傳統客家人會將用過的字紙 挑去聖基亭裡焚燒 不會隨便亂丟 代表客家人禁錫字紙 也正是這種重視教育的精神 讓桃園從古到京出了相當多的名人 桃園客家文物館將著名文學家 音樂家的文物故事全都搜羅於此 藉由導覽讓更多人知道桃園客家文化 在地的文學家呢 我們的鍾肇正宜先生是第一位寫大鵝小說 文學之母鍾肇正 魯冰花就是出自他的手 而大家耳熟能詳的望春風一曲 則是桃園音樂家鄧宇賢所創作的 不一定他們全部都會講哈嘎發 所以呢 因為他的出生地在客家莊 所以我們就會把他的這個 所有的作品都放在我們的文學館裡面 做一個展示 客家文化在過去孕育了不少文學 音樂人才 未來要如何保存 以及如何發揚光大 桃園市政府在前瞻計畫裡 做了整體規劃 如果我們在龍潭可以有這樣子 一個屬於客家族群的茶故事園區 含瓜了所謂的這個茶葉故事館的 一個概念 同時有這個茶文化 茶體驗 以及茶產業 我想是非常適合的 茶主提一貫穿全線 桃園位居台三線起點 為里投陽不遑多讓 前瞻計畫另一項就是要在永安漁港 設立永安海羅文化園區 凸顯全台唯一客家漁港特色 是數百年前就是客家族群就是渡過所謂的黑水溝 來到桃園這個地方 來到桃園這個地方 主題在蝦尾的裝置藝術上 客家元素隨處可見 這條回家的路要如何做到 要讓人民真正有感 我們身在這裡 長在這裡 這條台三線或許不只浪漫 更存在著所有百姓的期待 當然除了打造納門台三線之外 我們知道就是講到文化的部分 市長還有一個願景 他就是希望能夠打造一個 在桃園國家級的一個文化設施 不過聽說這個心願 已經有20年的時間了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實現 是希望能夠打造出一個 什麼樣的國家級的文化設施呢 事實上桃園的文化活動是非常多的 可是我們的文化設施不足 我上任後現在正在計畫中 興建的是市立美術館 跟市立圖書總館 你可以想像一個直轄市沒有美術館 沒有圖書總館 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我其實還滿常去桃園 如果沒有這樣講的話 還沒有特別注意到 我上任後第一個博物館 大溪木裔生態博物館 才正式把它成立起來 所以桃園在文化館設方面 是比較少 當然小型的很多 大型的沒有 我曾經跟文化部的 曾立軍部長有討論過 他也檢討了整個文化部 在各個縣市的大型管設 像國家劇院 歷史國家音樂廳 魏武營這些大型設施 桃園在過去的30年內 沒有任何一個大型設施 一個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以六都來講 桃園的文化建設 確實需要再升級 所以我是有在構想像 類似流行音樂中心 這樣的一個大型文化設施 是否要設在桃園 像我們上次在高鐵青埔站 辦過了callplay 英國的酷玩天團 辦兩天 一天四萬人 我那效果非常好 而且我們一個小時就疏散了 因為我們有高鐵跟這個機節 交通很便利 我想桃園似乎在這方面 應該要投資大型文化設施 這個我會跟文化部好好來商量 希望說能夠讓桃園的 文化活動的空間更大 我有朋友就住在 藝文特區那附近 其實他就跟我講說 最近發覺那附近 電線桿越來越少 然後好像那種 很雜亂無章的那種電纜線 好像也越來越看不到了 原來一查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桃園從今年三月份開始 執行所謂的拔竿作業 好 這個部分是不是 也是城鄉建設的一環 對 電纜地下化 是我們重要的政策 目前台北市已經做到 蠻高的比例 看不到電線桿 台電對台北以外的地方 它是要求地方政府要出一半 所以那個金額很龐大 以桃園來講 要做到六成的地下化 要600億 這是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希望說 能夠在前瞻計畫裡面 能夠一部分預算 來做電纜電線的地下化 能夠讓城市風貌可以改造 事實上我這兩年半 已經做了 已經分區做了很多 一段一段做 只要是新的重劃區 魚綠電纜地下化 我想未來桃園的目標 是希望做到六成 六成可以讓我們的 都市風貌改變 對我來講 一個城市的成長 需要投資很多 包括下水道 包括雨水下水道 包括人形步道 包括我們整個路燈的LED 路燈的更新 包括電纜地下化 這個都是基礎工作 連路數都重新做調查 來編好 這個是基本工作要做好 好 不過下一段節目 就是要來聊的是 剛剛市長有談到了 水環境的建設 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 尤其大家都知道 桃園最有名的 當然石門水庫 不過要怎麼樣 能夠把它具體的再擴大 或者是把整個水環境的建設 做得再更周延呢 馬上回來我們繼續聊 好